高晓松曾透露李勇死因 高晓松本人发文怒斥,可耻 请让逝者安息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熟悉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李勇 他是许多年轻人最喜欢的主持人 在十月份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让很多人感到遗憾 近日 一则题目为高晓松 李勇的真正死因不是癌症的文章在网络传播 引来网友热议 网友纷纷留言称 真的过分了 这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事 真的说话不负责任务吗 所有不尊重任何逝去的生命的行为都可耻 回谷李勇的主持职业生涯 可以说是很棒的 舞台能够调动观众的情绪和现场的气氛 舞台上很稳定 主持风格也深受观众喜爱 他还多次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 许多人还在网上摆出姿势 表示李勇的老师非常喜欢在6一节目中向李勇告别 最近一篇被怀疑是高晓松发送的文章 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讲述了李勇老师死亡的真正原因 而不是癌症 许多人开始搜索 Ita高晓松 高晓松成为网民的热门话题 李勇死后 李勇的房地产信息在网上被披露 北京有几间套房 美国有几间 因为李勇在接受治疗期间在美国去世 所以也流传了李勇埋葬的几个版本 一些人说他们已经被埋葬在美国 而另一些人说他们将被埋葬在他们的家乡李勇 简而言之 关于李勇的谣言还在继续 中国有一句古话 死者是最伟大的 我希望停止对李勇的谣言 让李勇安息 今天 高晓松本人终于对这位网友的简单话语 做出了积极回应 但否认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 高晓松回答说 当然不是 羞耻 请让死者安息 似乎这篇非常受欢迎的文章不是高晓松写的 而是一些网民恶意造谣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擦亮眼睛 共同抵制这种现象 我必须说 写这篇文章的人太不道德了 李勇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 很多人都很难过 甚至有些人也会利用这一点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作为一名娱乐明星 尽管高晓松没有英俊的外表和挺麻的身材 但他拥有学者的一般智慧 这在肖朔和奇缘朔中都可以被发现 你不妨想象一下 高晓松不能冒险发表这样的声明 对他来说 这样做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没有任何益处 央视主持人李勇上个月去世的消息 在中国引起了轰动 让许多喜欢他的网民和观众感到遗憾 这么好的主人死了 当李勇的妻子在微博上宣布李勇的死讯时 他突然感到一阵心痛 并想哭 他最喜欢的主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这真让人难过 李勇最后一句话是 没有遗憾 只有不舍 一些网民认为这个谣言真的太多了 真的过分了 这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事 所有不尊重任何逝去的生命都可耻 这种推送我简直就不会看 相信小松老师肯定不会做这么没品的事等等 我仍然希望死者安息 希望广大网民能正确看待事情 不要相信网络谣言 也不要散布谣言 更不要说制造谣言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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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